生活就这样,就这样过生活 有手机器的 这是注意check in 什么东西 处找 不知道,试试它吧 OK 看不? 就是一定,如果要cash 就要到人工的 然后card 才可以 OK Accord scan 我们昨天又知道说不能抽烟 不能吃榴莲,不能吃山竹 那榴莲我们知道是因为味道的关系 然后山竹的话是 她说因为怕那个颜色会染色 OK 你好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Yotel屋节路 就是在屋节路上面的Yotel 然后它是属于商旅类型的 那它的报道呢 是check in 是可以用自助报道 就是它有很多台电脑在它的lobby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自助的报道 好,然后呢 进到房间 它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对 小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到 它的洗手台的位置 好,首先一进来就是看到一个 大床 嗯,双人床啦 没有到很大 对,但是呢 它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呢 你看它现在怎么睡觉 它是可以调整的 对 对 它是可以 调整到整个平的啦 那在我调整的时候呢 顺便介绍 这里有两个头头灯 蛮亮的 OK 反正它就是可以到最平 再来呢 就先介绍进门的右边好了 进门右边这边有两个柜子 它是按压式的 然后打开来 这里有玉山 很贴心 它们这边常常会下 午后正雨 所以 有时候会 要用到玉山 那这边呢 是糖一般 好 然后这边有三个挂钩 是可以 就是 收起来 和打开的 那 左手边有一个 全身镜 然后 这里有行李架 然后 热水 热水壶 跟 茶包 咖啡 好 然后呢 这边有 USB的充电 然后还有HDMI 插座插座 然后抽屉里面 是保险箱 下面的柜子 是冰箱 里面是空的 对 好 然后 也差不多要介绍完 这里的话呢 一个 也是有USB可以充电 跟一个插座 好 再来 它有提供两瓶水 这边有一个很酷的东西 你猜这是什么 它这里有个图案 是 开瓶器 蛮酷的 对 还有一个LOGO 好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可以挂衣服的 一架 也有拖鞋 拖鞋 洗衣袋 好 再来 它的厕所 厕所 先看厕所里面 好 就是 马桶 然后有提供毛巾 再来 这边是淋浴的 OK 然后 它有一个 算是它的 亮点吧 就是 它是一个景观房 对 就是它有分 就是市井房 跟 一般的房间 那市井就是你会 有一个view 那因为价格 没有差很多 200 对 我知道什么叫做市井房 跟 那个view 我刚刚在想说 它这种楼薄薄的一层 嗯 它这种就是 薄薄的一栋 然后就是左右两边 应该都房间 那两边不是都是市井房 有什么差 没有 因为新加坡的那个楼都蛮高 所以如果不是市井房 它可能是低楼层 OK 了解 可能就是楼层的差别 嗯 好 最后一定会想说 厕所里面没有洗脸台 因为它在外面 它在床的旁边 对 就是这么近 你看就是一个人的距离 好 一个小小的洗脸台 然后 这是可以洗手洗身体的 三合一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乳液啊 然后被瓶还是油的 对 再来的话 这一层是空的 然后 最下面有 运斗 跟 吹风机 对 就这样子 简单的小房间 对 别看它简单的小房间 它其实要价也不便宜 对啊 我没办法 已经算是便宜 这边的价格 已经算便宜了 对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